中和區中校裡定期舉辦捐血 不少人一起響應愛心 通常捐血的民眾在三個月之後才能夠再次捐血 而中校裡里長考量掉條件以後 里辦公處在每年的3、6、9以及12月 定期舉辦活動 穩定血庫存量 我們了解到缺血的嚴重性 那我也同時是醫護人員的專業人員 但是我了解到這個一點 我們雖然是在中和的邊疆地區 但是我們用1.4次固定時間來做捐血 我們在地的要捐血 在地就在禮拜六或是禮拜天來做捐血活動 那我們給地方也方便 我們捐血的來源 血的來源也來得充沛 還有定時 雖然艷陽高照 但中和地區民眾的熱情還是不受影響 大家用實際的行動捐贈熱血 傳送給需要幫助的人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協助更多人 讓大家感受到投身共益的溫暖 宗教新聞 麗曉峰綜合報導